量子叠加理论是基于量子力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揭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 我们的心灵可以同时处于多种不同的状态叠加中 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 我们逐渐开始思考灵魂的本质 灵魂被认为是由能量和信息构成的 它超越了物质的存在 这个理念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 并思考我们所面对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我们的生活中经历了各种痛苦 疾病 失恋 破产 失业和死亡 然而 从量子叠加的角度来看 这些只是我们心灵不同状态的叠加 举个例子 让我们来谈谈癌症 从一种全新的视角看 癌症只是我们心灵的一种状况 而不是我们灵魂真正存在的方式 灵魂是由能量和信息构成的 其中包括爱 信念 梦想 欲望和执念 因此 我们的灵魂具备超越物质的存在 拥有不朽的特质 因此 我们的生与死 疾病 痛苦 只是我们心灵的状态叠加 我们越是相信某个事物 越是在意某个事物 那么就越容易吸引它 而当我们抗拒某个事物时 却往往会遭遇到它 想要真正摆脱痛苦 疾病 失恋 失业 破产和死亡 我们必须首先改变我们的心灵状态 量子叠加理论的意义在于 它让我们认识到选择和观察的力量 正是通过改变我们的信念和想法 我们才能真正改变我们的心灵状态 从而影响我们的生命状况 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真理 并将其付诸实践 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变革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经历着无数的挑战和困难 而我们不能被它们所束缚 量子叠加告诉我们 我们的心灵是无限的 具备超越物质的能力 我们的选择和观察 不仅能够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还能够改变我们所吸引的经历 因此 让我们大胆改变我们的心灵状态 坚信我们内在的力量 并积极追寻疗愈与成长的道路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地摆脱痛苦 实现心灵与身体的完整和平衡 量子叠加的理论 深刻地颠覆了我们以往对于心灵和灵魂的认知 它告诉我们 我们的思想和观念 对于我们的生活状况 起着巨大的影响 我们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心灵状态 从而改变我们所经历的生活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 积极深入地理解和运用这个理论 让我们的生命焕发出不可思议的能量和活力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成长与幸福